好的 我是DJ阿周 今天所在的地方呢 是在東橋 我們東橋裡這邊呢 目前有開一間很誇張很誇張的店呢 是什麼呢 也就是各位螢幕中所看的7-11 它這邊是有7-11 7-11和康世美 還有星巴克 還有洗車 樹賣洗車 四家店合在一起的 那因為今天呢 它並沒有對外正式營業 明天才會正式的對外營業 所以說呢 你會看到這裡面有很多的 一個遊客想要過去 但是進不去 可是實際上呢 我們可以從外頭先看一下 它並沒有讓很多人可以進去 除非有邀約的吧 或許我今天拍這個影片呢 是先給各位看一下 它明天開幕之後呢 人會很多 那目前呢 因為我沒有受邀進不去 它今天並沒有對外營業 可以從大 除艙可以看到 它就基本上呢 就可以看到它裡面的東西 那實際上呢 也有酒吧 那最誇張的 它以後就可能就跟全年一樣 會有生鮮百貨等等的 可以看一下 這些人 實際上呢 實際上呢 它今天並沒有營業 要明天才會正式營業 那實際上它收營歸會三個 就像 對對對 里長那邊告訴我的 是有三個 三個券可以做收營 裡面也會 也會有生鮮的熟食的都有 都可以直接的來這邊烹調 做菜 非常新的一間店 那可以往這邊過來看 現在目前所看到裡面 大部分都是記者 有記者證的 他們要畫新聞稿等等的 在拍攝 那生鮮的部分 也是第一家7-11 會有生鮮的地方 我們透過組裝袋看得到 那最誇張的 就是這裡 有看到一個機器人 總共這邊機器人呢 看到目前有看到三台 大概是這樣 那這間店呢 是位在小橋公園 在小橋公園 對面的小橋公園 的南邊 這個東橋呢 目前發展的非常的迅速 非常的不錯 我們從竹川可以偷窺一下 可以各位看一下 很多人想要過來 但是沒有一夜都像我 明天才是正式開幕 你看工作人員還微笑的看著我們 大致上是這樣 好的 我們往這邊再走過來 非常多人今天想過來 嘗鮮嘗鮮 但是都不能進去 那沒有關係 我們再往這邊看一下 往這邊走過來 這就是康世美 非常大的康世美 我們可以透過窗戶看到裡面 大把 它這邊也有專屬的停車場 停車場在後面 再來 這邊是星巴克 星巴克呢 就跟一般的星巴克一樣 座位去也非常的多 那目前工作人員也都在準備當中 好 相信明天這邊會腮保人潮 帶各位嘗鮮看一下 我要感謝東橋裡的小鄭 就是他們東橋裡的鄭先生 也就是里長的主任 他們的助理的主任 鄭主任跟我說的這個位置 那後面呢 就史邁爾的汽車美容 鍍膜的地方 這是後頭的停車場 好的 這個很特別的世間店 黏在一起 這些都是準備明天 要開幕的一些工作人員 OK 以上是DC阿州 在台南市 永康區 東橋裡這邊 7-11 為各位所報導的 希望你會喜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開啟小鈴鐺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有你的支持 我才有多力繼續拍片下去 好的 我們下次影片見 OHLG